大家好,我是吕老师 欢迎来到告别动卡 今天来介绍一个英国的网络银行 叫iFast 这个银行开户的美侃非常低 只需要使用中国大陆的身份证就可以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是没有护照的 其实现在护照办理已经放宽了 我非常建议大家都去办一个 因为一些海外的平台都是需要护照的 身份证的局限性很大 注册账号,然后上传你的身份证 需要注意的是 需要提供银行到账单地址 就是银行寄给你的账单上面带你的地址 这个你要想想去解决 然后注册完之后 它会让你预约一个视频验证的时间 是通过微软的那个Teams进行视频验证 工作人员会验证下你的这个身份 然后还会问你一些问题 因为你申请的是个人账户 仅限于你个人使用 不能当成公司户来用 然后需要注意的就是 第一笔转账必须是你同名的用户 去转到你这个IFAS的账户 然后就是 这个支持的币种有很多 英镑、美元、欧元、港币、新加坡元、人民币 然后这个 这个银行是 是美国金融管理局注册的这么一个机构 是有存款保障的 不是一些非常小的平台跑路之类的 这个是正规的一个金融机构 然后我在开户的时候 通过视频跟客户聊天 他会主动问你 你的资金是否涉及加密货币 然后我说 会有 他说没有问题 只是将来有可能会让你补充一些资料 就是你加密货币资金的来源之类的 所以这个IFAS它是支持加密货币的 然后就可以从交易所 把加密货币出进到这个IFAS的银行 然后再把这个 这个钱转到你中国的账户里 经过我的测试 我发现这个 CX 还有这个 Nexo 都是支持的 以这个CXO为例 然后这边 这边选这个法币 我这边有美元 硬帽欧元 兑换我就不说了 你去研究一下就知道 然后把 你把那个 不管是UIDT还是BTC 转到这个CXO交易所里 然后把这个交易货币卖成法币 这边建议你卖成英镑 因为英镑出进到IFAS是免费的 然后点这个Withdraw提现 然后这边选择渠道 选这个Bank Account 然后这个Fast Payments 这个是免手续费的 这边有这个 第一栏填写这个 Account Number或者是RBN 第二个是Short Code 这个可以不填 在这边都是有的 然后你点这个账户详细资料 这边就会出现 你银行账户的信息 在这边填上 然后点继续 然后输入你的金额就可以了 这个Nexo通理 随后会把这两个交易所的地址 放在视频下方 感兴趣的可以去注册一下 这个RFast网络银行 它只有一个银行账户 是没有银行卡的 所以你是不能直接用来消费的 你只能是直接转账 这边可以转英镑或者是跨币种 英国境内可以转 然后国际也可以转 包括它们银行内部的转账 英镑转账的话是免手续费的 国际诊状和跨币种的话 是收那个货币转换的费用 还有这个转账手续费的 我也会把这个iFast 这个注册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好像是有奖励的吧 然后如果你通过我的链接注册 你会得到五英镑 前提是你要用 就存入五百英镑 我相信这个很简单 你只要出镜一次就够了 整个流程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比较难的部分是提供账单地址 那个部分 如果你解决不了 或者是还有其他问题 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 这个资讯服务去联系我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务必点赞订阅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请务必点赞订阅